第六百九十四集 绝世见风 碧绿如水 吞吐渐芒 直指叶帆头颅 必无可避 这是绝杀 没有人会想到 叶帆与金翅小鹏王大战刚结束 就出现了这样的变故 来人手段通天 凭空出现 惊使袭杀 所有人都冒出了寒气 这样的刺杀谁能躲过呢 根本不知道他是如何出现的 剑锋就已经刺到了头颅前 凌厉而狠了 讲究一击必中 若是刺中 必然行神俱灭 断无生还的道理 大黑狗咆哮 像是一头蛮龙在嘶吼 震得群山都在抖动 无尽草木崩碎 可是任他这种吼声再可怕也解决不了禁恶 小楠楠惊叫 她方才没有观战太过血腥 李黑水等到大战结束才将她抱出来 可是小女孩正好见到这一幕 顿时发出了哭腔 白衣烈烈 天外飞仙 绝世剑芒吞吐 将叶帆的发丝都斩断了一咎 几乎已经刺到了头骨上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叶帆的身子弯了下来 化成龙行道计 成为太极神徒的阴阳分割线 这是大道的痕迹 可是这还不够 即便可突破极限速度 依然躲不过刺到头颅上的这一剑 剑锋已经触到她的皮骨了 唰了一声 老疯子的步伐也演化了进来 成为龙行道痕的一部分 助她化龙飞去 金色血液点点 法司被斩断 叶帆还是躲不过这一剑 已经刺了下来 即将要将她的头颅洞穿 时间仿佛凝固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 紧张关注 末日圣体强大无比 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金赤小鹏王 却要被人袭杀在此吗 每一个人都难以平静 这种刺杀太恐怖了 任谁都难躲避过去 无与伦比的杀人之道 实为杀生胜数 时间像是静止了 叶帆心中闪过 无数条道的轨迹 究竟如何破解 真的要死去了吗 或许 极自密触发 可以让她速度提升很多倍 躲过恶难 然而那需要时间 那根本没有办法去失处 在这一刻 她心中连续闪过了一组组画面 忽然一种圣数浮现她心中 那是天庭的传承 如彗星横空划过她的心田 照亮了她的心海 虚实神术 实体化于虚无中 杀人于无形 为天庭不适的秘术 叶帆得到天庭传承很短 虽然参悟过 但从来未曾施展 此刻灵光一闪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运转了 唰的一声 几乎在一刹那间 她的形体就模糊了 虚隐于空 宛若不复存在了一样 天庭的神术与她的龙形道身一同演化 她如浮动的光在虚无中掠过 达到了速度的极致 身体很模糊 徘徊在虚与时节 那道绝世见风刺杀而过 破入模糊的虚影中 有点点金色血液蹦践 但是并未能动穿 此季叶帆的状态很奇妙 在有形与虚无间 这是天庭圣术的演化 与龙形道计合一 在这关键时刻 她将数种神术与自己的道身融合 以不可思议的手段 扭转了死局 逃过了杀身大鳄 绝世见风刺中了她的头颅 但是并没有披重的感觉 仅像是插入了一道影子中 且没有动穿 唰的一声 叶帆突破了出去 在不远处从虚无状态化石而出 她避过了一截 但是头颅还是遭创了 天灵盖上有一处伤口 几乎要穿透了头盖骨 金色的血液 自她头上躺下 将她的发丝 粘成了一揪又一揪 插之好理 就身死倒消了 实力到了这一境界 唯有头颅是最大的弱点 一旦被斩碎 就是形神俱灭的下场 所有人都倒心冷气 没有想到叶帆会如此了得 避过了避杀一击 破解了死局 叶帆什么都没有说 秦龙文黑金圣灵剑直接出手 她修炼有成以来 还从未吃过这样的大亏 几乎被人劈掉头颅 此时她不用多想也知道来者是谁 他们是人世间的人 灰衣男子与白衣女子被雾气笼罩 年岁都不是很大 皆如来自地狱的幽灵 感受不到任何神力波动 人世间主掌杀法 依此参悟大道 他们接览刺杀任务是其次 最主要的目的是磨练自己 不会比刺杀对象的修为高出很多 叶帆回动圣剑就杀了过去 到了现在她比人世间的人杀意更浓力 对方真的对她出手了 方才如果不是她应变迅疾 此刻早已死去了 当的一声 剑锋碰撞火花四剑 剑芒冲销而上 灰衣男子倒飞而去 与此同时 白衣女子也如一道薄烟刹那消失 他们一击远退 袭杀失败 根本不做停留 果断退走 哼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叶帆如杀神一样 法似躺金血 眼眸似冷电 使十丈圣剑追杀了下去 在这一刻 众人皆心惊 因为他们 见不到灰衣男子 与白衣女子了 两人的身影消失了 可是叶帆却宛若通灵 常见所向 锋芒毙露 始终直指一个方向 很显然 他锁定了人世间的两大强者 人在哪里啊 他怎么能见到 我们为何发现不了 许多人惊呼 身体发寒 若是被这样的人刺杀 如何避过呢 此时 唯有姚光圣子 姬家神王体 姚池圣女等 为数不多的一些人 谋占神光 还能见到 一顺不顺的盯着 叶帆的灵觉 能够察觉到 两大强者的诡计 更何况 他睁开了神眼 一览无余 锁定了落后的灰衣男子 一盯住了白衣女子 呛的一声 叶帆轮动 十掌圣剑 如一座黑色大山一样 压了下来 厉沉士猛 虚空崩塌 这是无与伦比的重剑 当了一声 灰衣男子被迫抵抗 挥动手中的血剑 披在十掌圣剑上 声音死 穿金烈石 剑鸣震长空 他当场倒飞了出去 无法扛住 圣体的霸道与强食 那种山岳一样的压迫感 让他手臂发麻 唰的一声 回忆男子 隐于虚空中 身体几近消失了 速度更快 头也不回的飞短 身为人世间的种子 他很懂得取舍 袭杀失败 必须要远退 不然无法挡住 末日圣体的滔天怒火 比其锋芒才是上策 可是 叶凡差点被刺杀 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呢 大喝道 还想走吗 他脚踩老疯子的步伐 几乎再一刹那就追了上来 神眼望穿虚空 根本瞒不过他 他手中的黑色圣剑 画成百丈长 如一座黑色的山岳一样 轮动了下来 砸得天穷 都暴动于崩裂了 回忆男子 瞳孔收缩 无奈抗击 他真的不想面对 圣体肉身的无双蛮力 因为这比龙鹏还恐怖 他手中交织出残缺法则的血剑 一下子崩裂了 而他自己也是嘴角一斜 被砸飞了出去 叶凡大吼着 人世间 是谁要你们来杀我 轮动黑色圣剑 再次劈杀了下来 无尽山脉上空 所有人都露出惊荣 内心无比震惊 远古的杀手神潮 人世间又出现了吗 尽管不少人都知晓 他们一直存在 不过是低调了许多而已 但是亲耳听闻 人世间要诸圣体 还是很震撼的 在当今之时 唯有那些古老的传承 才能有办法联络到人世间 这可真是耐人寻味啊 德西市人世间的恐怖人物 所有人都明白了 灰衣男子与白衣女子 必是杀手神潮的 种子人物